大家好,歡迎回到法律廣場環節感採訪新秘的嘉賓 在要財政圈市務總監郭獅治,郭Sir 郭Sir,先和大家看看恆指最新表面 恆指跌181點,到22,955點 其指方面跌173點,低水29點,國企指數跌121點,佈10395點 成交額方面403億多 市今日比較反覆,曾經跌200點,穿23000點位置 曾經跌幅收窄到不足100點 明天A股回來服市 情況上,港股似乎在細頭上比較反覆 一直都是反覆,但恆生指數經過今日的下跌 技術上,10月份的市值至一分鐘為止 在四個交易圈之內,暫時呈現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 高位是2號的23,241點 低位暫時來說,今早上的低位22,896點 當然不知,345點的波幅不可能滿足今個月的要求 即是說,後市將會有更大的波幅點 這幾乎是肯定的 另外還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不會黏在兩至三個交易圈之內 所以往後定必有更高或更低的指數 問題是恆生指數是上破23,241 還是進一步下破22,896 好了,我們再拉扯一點點 今個跌浪是由9月19日的高位 23,554點開始 暫時去到9月底,即是9月30日 22,845點就初步斷定了 之後有技術上的後抽 但這個後抽的力度是很薄弱的 就算是回到20天線流上,還是薄弱 因為成交金額一直都比較稀疏 最低限度不是一個升浪的延續 既然是這樣的話 只要有少少沽壓出來 市是可以進一步向下穩調整的低位 當然不知,再拉闊一點點看 升浪是由6月25日的19,426點開始 去到9月19日的高位 23,554,升了4,128點 經過4,128點的上升 市稍微消化是很正常的 不過,技術上直到現在這分鐘 整個大市都是屬於一個高台整固等變的格局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這一分鐘大家想想 去到22,800多其實已經有初步的支持 整個形態是咬著高台的 相對低位上來還有很大的升幅 嚴格來說,這不算是一個技術上的明顯調整 只是高台的少少消化 但當指數進一步下降 或者跌穿9月30日的低位22,845點 意味調整勢頭將會深跌 升了4,128點 我就當你回調三分之一 其實這個很正常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是22,178點 但要跟大家說 如果指數有機會看到22,178點 意味著行指 將會在技術上來說 跌穿50、100和250天線 當然知道 在移動線方面的走勢 是比較偏弱的了 但是由於250天 100、50、20和10天線 全部糾纏在千零點的波幅之內 嚴格來說 在這個水平 我當你升多三幾百點 已經可以回到10天和20天線流上 反過來 跌多幾百點 也會下市50天線 所以任何的升破或者跌破 代表市的反復勢頭 略為多跌那麼低 不是代表什麼牛市、熊市 或者是轉弱 或者是大跌的來臨 或者是中期調整 絕對不是的 因為現在已經是9月中 接近 剩下到月底 大概只有10個禮拜 到11個禮拜 其實時間不是太多 就好像以一個中期運行來說 是不容許市場 再完成一個中期調整 再出現一個中期的升浪 暫時來說時間上不夠 況且一些不明朗因素 雖然暫時仍然困擾整個市場 但是所謂不明朗因素 是會有變數的 包括美國的財政懸崖 現在仍然兩黨在爭 可能短期之內 會有一個解決的方案都不頂 事實上來說 龐大的公務員團隊 如果一路停身留職 短期當然沒有太大的衝擊 但是時間一久了 難免就會引發市場的不安 第二件事 聯儲局會不會退市 大家都關注 不過現在的經濟數據都出不來 我相信在現在這一分鐘 不是適宜說退市的時間 嚴格來說 可能直到年底都未必會退 因為一般來說 在年底前 市場對資金的需求會比較大 如果這一分鐘你突然之間減 或者退 一定會令市場感到不安 美國的經濟一直都靠來稅 如果一旦不安 消費要一減 經濟就很難回復增長的勢頭 到最後 聯邦政府財赤的問題 有沒有機會上限 我覺得機會很高 如果去到17日真的談不妥 你就要違約 到期沒有錢還 到期沒有錢還 你想想會怎樣 不用說 這個情況會不會有機會發生 好未好未好未 因為QE1、QE2到QE3 目的就是希望 將經濟由最壞的那一刻抽離 還有希望藉著資產價格的上升 帶來的財富效應 能夠刺激消費 有消費經濟就有增長 經濟有增長 失業人數自必然就下降 這是為了未來 終有一天退市而行 所謂退市包括不再印銀紙 或者減少印銀紙 甚至乎將利率略為提升 不過利率的提升 現在不用說 只要看著 條路還是很長 通訊又比較低 只不過減少賣債 對市場的影響有多大 其實在上一段 已經跟大家說了 即使減少賣債 影響也是很輕微的 心理上多於實質上 不過無論如何 減少賣債又怎樣也好 你都不能夠當作好消息炒 只不過事件明朗之後 大家有數得計的話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剩下來的廣估 其實來講 這個回升潮由19,426點 去到23,554的確是止暴 技術上 恒指如果是在這個止暴當中 少反覆而跌穿10天和20天線 這個已經亮起了正常調整的警號 如果在一個範圍之內 如果一些沽壓稍微明顯的話 不用多了 現水平來說 跌多580點而已 指數將會跌穿50天平均移動線 一般來說跌穿50天線 後的階段的回套或調整 明顯會比較深一點 大家做好這方面的風險管理 況且現在仍然是10月初旬 如果市真的說要升 難道現在這一刻升到月底 不要忘記 9月份的市是由2號夾到去 9月30號即是右頭夾到尾 雖然幅度不是很大 但中間有四個上升列口 當然9月19日和9月16日的上升列口 已經被回補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9月2日和9月5日的上升列口 都一直未補過 留到歷史來解決 按照現在的市況來說 我相信市況都不會跌得太深 不過當然之 撇除一些可以考慮的風險因素 如果作一個中線的級納 而錯失了早前去低級的話 現在入不入市的確是兩難 不過簡單來說 如果你不是想著 今天買明天走的話 問題都不是那麼大 只不過你投入的資金 不要太大了 有兩手準備 萬一買了之後 那個勢頭還會繼續向上升 就逐步去追 看定資來做 反過來 一個不幸 買完之後 市場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回套 或者調整的話 不要緊 你買在細住 你還有資金在後面作一個佈防 只不過剩下來 就是買什麼股份 對一些熱門的股份 包括博彩股也好 方旺股也好 現在我不敢作推介了 因為升的幅度實在太多了 反為傳統籃籌 內房、內銀、內險 我覺得是可以去買的 只不過就不要抱著心態 今天買 我明天有錢產就可以了 如果到年底 大市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上行 或者升步23,944 甚至進一步挑戰 一零年11月8日的高位 24,988 成交金額一定要增加 好,謝謝郭Sir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回郭Sir 剛才所說的股份 有沒有哪支有錢 沒有的 好,謝謝 待會回來問答環節 待會回來再見